召唤兽的存在了仓库一部分 体系 名词神迹没有强力的利劈 归宿高龄 虚迷归宿高龄 小体系 啊 梦幻西游第一耐虚迷啊 梦幻西游第一耐虚迷啊 这只耐虚迷就是啊 给我们干了那年啊 天后发给我的 终于看见啊 终于上号看见了 十四技能翻页的 上古灵符加龙魂啊 加虚迷 神马啊 神马十四技能 壁垒 精轻常规 愤怒腰带啊 太好了 这腰带属性太好了 这鞋子属性九十九六十四 OK 项链销里藏刀常规 衣服的话 二百九十八加二十三啊 这个衣服也OK啊 神佑 OK 他的号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啊 是前当江已经在最困难的时候 然后木匠已经确定卖号啊 给力的话传统法系没有崛起 然后猪圈转战珍宝格的那一连啊 然后当时由他的指挥五二零的无情啊 然后十六斤八给钓鱼岛干了 八斤四好像给紫金城干了啊 一路过关斩将啊 终于进到了亚军啊 就是可以说当时他这个内联的成绩决定了这个前当江服务器会不会继续存在 由于那天打的比较好 所以说王小剑啊 那天以后的话就加盟了前当江啊 然后一直帮前当江招人啊 前当江又站起来了啊 这个老板也是一个 呃 后梦幻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是耗成品的时间很短 这个老板最开始的服务器呢 是在冬月泰山 然后 呃 当他要去投门黑白的时候 黑白给他留了一句言啊 黑白说我去钓鱼岛了啊 然后他就去磁光阁 去磁光阁打了一段时间呢 队友也陆续不在了 又去啊千当江啊 反正最后历经了千辛万苦啊 总算了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团队啊 然后也拿到了武神坛甲祖啊 亚军的好成绩 三个月之内就拿了一个亚军啊 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对不对 毕竟我玩了三年的服战 最好的成绩还是季军啊 羡慕